欢迎收看快速游戏 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人的游戏六冲动类节目 本期游戏为圣女战棋 接下来我们在进入正式竞争之前 还是完成一个直线任务 圣女故事之二 下边波纳巴士的浪漫的话 没有具体战斗 更多的是对于剧情的一个交代和故事的延伸 那么首先还是完成圣女的传说第二个部分 这个的话依旧跟之前一样 是有着固定的一个击杀顺序 和作战的一个方式的 这一次的话依旧跟上边一样 我们操作的是这种特殊的单位 然后有回合和战败人数限制 没有多余的一个挑战 同时敌人也跟之前一样 那么也是大部分的敌人都只能走一格 然后有少数的敌人可以多走几格 所以敌人的击杀顺序也是有控制的 如果不进行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敌人直接干掉 或者是来不及把所有敌人击杀 那么开场之后 首先是让我们的盟友攻击下边的这一个敌人 他是有十关血 刚好是可以利用追击直接把他干掉 然后走到这一格把上边这一个干掉 那么我方的两个单位都是被扣了六点血 但是由于修整 我们回复到六点血的状态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去打一些五点血的单位 否则会被反击致死 之后的话我们这样子 等待敌人的这个回合过去之后 玻璃娜往右边走 那首先还是这个盟友来到这里 把这个敌人击杀 五格血可以一下子直接搞定 然后进行恢复 现在就八格血 之后来到这里 把这一个五格血也可以击杀 修整之后也是回复了八格 之后进入到敌人的回合 那么敌人的回合的移动的这个 移动的位置和方向 这都是固定的 只要我们单位没有过去就行 而且这种只走一格的敌人 他不会主动攻击我们 他们永远都是按照自己的一个逻辑 优先的走格子来回巡逻 只有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盟友 靠近的上边格子 那个单独的那个敌人 他的话是会主动过来揍着我们 那当然也就要利用这一点 然后在这里 玻璃娜堵在这个位置 这样即使他过来 也不会去打下边的那一个盟友 而是攻击血量更多 这个玻璃娜的这支部队 那么这样利用反击直接把他干掉 然后敌人还剩四个 这样的话我们让这个盟友 打最上边的那个敌人 直接一下子搞定 玻璃娜的话 则是去打靠近的左边这个敌人 场面上还是剩下了 这样就只剩下两个 那么敌人的回合 之后他们会靠近我们 然后这里的话 要让我们的盟友去打 离我们比较近的 这样玻璃娜的话才会有机会走到最远的那个格子 把最后一个敌人消灭掉 好这样的话 这一场战斗就算是结束 只要掌握好顺序 这场战斗是很简单的 那这个圣女的传说 其实整体还有还有一场 不过那是后面的一个直线了 同时是也是发现了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的确就是之前所说的那个贞德 至于他是不是有着圣女的这个能力的人呢 也不好说 反正也没留下什么有效的一个这个文书或者是文献来记载吧 总而言之 回来了 之后再次回到 雷苏沙龙在这里 我们要把这个波纳巴士的浪漫给进行一下 这里主要是一段很长的一段一个剧情交代 那么在结束之后呢 我们将会获得一些物资的补给 这个也是男朋友给我们送过来的 至于具体的内容的话就谈 请大家自己慢慢看 我建议中 是这样吗 交给我吧 好 就这样办吧 第二贴也有看 是不看出ah 看起来 也不看过 这次运行的 游行还没有 诶 诶 诶 那这个 那也要负责 可以 是的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炮 干什么呢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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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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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往上推 整个的战斗 这边是开了这个动画 所以我们整个的 正常的流程的话 都是加速 以后的话 因为这个游戏的节奏 相对来讲是比较慢一些 这边也是加速 然后也开始成为一个常态版 大家如果过剧情 或者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要交代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负责正常的速度 另外就是注意这里的这些敌人 他们其中有一些土匪 跟上一张一样 这些土匪的攻击 会消耗我们的战药 所以我们身上装备的武器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 自己的一个弹药量 军乐队的话 这边上一张 会出现一个骑马的一个乐队 但是由于等级太低 所以我们的事就暂时先不用 不过他身上的乐章 是可以取下来 给我们这个艾梅来装备的 另外就是艾梅的话 作为不平行的这种军乐队 可能相对来讲 是没有那个骑马乐队好的 因为毕竟对方的一个 移动速度比较快 那也是在战场上可以穿梭 所以我们正好先点燃这一个灯 就是我们不点灯的话 其实过去的灯后 只要移到一定近的距离的话 也是可以看到敌人 这个黑夜并不会对我们 造成一个太大的影响 虽然说对于我方的这个 会有这种战争迷雾 但是敌人的话 AI优先还是会 用过来攻击我方的一个单位 所以不用太担心说 我们走的一块斗 然后错过的这种情况 分散隐灭 射击 发现敌军 准备攻击 好的 我准备好了 找到敌人了 攻击 请下命运吧 我相信你的看法 行传要可找破 打仗就靠这个指挥了 姐妹们 上 给我上 下令吧 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尝尝这个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 开火 快走 抓紧救手 撑破 知道了 酒包在我身上吧 大家打起精神来 记得吩咐 不要冒进 就来预定计划行动 看来有收集情况 该干活了 一只附近就没什么吃钱的宝杯吗 别担心 我会完成任务的 就这样一路通杀 下边这一片敌人基本上已经解决掉 你的这个 奥斯法的话 还是主要先开启这个灯 以及宝箱位置 等待敌人进攻的时候 进行反击 之后的话 我们其他队员就可以是可以向楼上前进 那么楼上的话 两边这个两翼都是有着敌人的 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要缤分两路 如果说我们这一之前没有进行这个等级的提升 或者是装备 就是等级提升的话 建议还是集中攻击一路 优先攻击下 然后想着就是上边那一队的攻击 尽可能最后再点了 当然我们这里因为已经是练过一段时间的级了 所以说队伍的一个作战能力是很强的 这样我们直接分为上下两侧 那么海盗这边是跟着这个我们的阿布莱德 那作为一个散兵 他的回避率高的出奇 在这一章中 敌人对他的攻击几乎可以说很难命中 同时他有着比较高的 作为散兵有着比较高的一个防御 只要对方不是这种亲戚兵的话 对于他来说 即使被打中也是伤害很低的 这里的话这一个 就是克赛特的这个也是开始了一个 也是开始展现出他的一个作战能力 就是高攻击高射程 当然血量脆寒于就是他所调强的问题 后续的话 反正我们也会进行一下子升级 因为他后面升到卡冰枪兵之后 射程会提升为三格 这样特好用 对方也是有着这种裂兵 也就是这种可以打远程的兵 强度不是很大 主要是能隔着远 老远打我们这边 由于这个楼梯的原因 所以左侧的话 有两个是废的空间 我们必须要绕一下才能上 回向右边 这里直接是鼓舞一下 现在由于尸体值是够了 所以基本每回合 只要有尸体值都可以鼓舞 所以单位来说也是有一个帮助 可以注意到他们的移动和攻击 这边的话 阿德莱德带上海盗 一起开始往右边走 剩下的拉娜还有玻璃娜的话 我们就往下面走 好我们的克赛特的话 可以留在偏上边一点的窗户附近 不用走太阳 剩下就是之前的两组 一个是军乐团 还有一个前欧斯卡的骑兵队 另外就是欧斯卡的骑兵队的话 已经是进行过晋升了 他现在的话已经是胸甲骑兵了 比较之前的这种龙骑兵 他有着更高的一个防御力 同时在冲锋之后 也是能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说在使用这种兵种的时候 尽量要让他 跟之前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都是尽量要让他冲锋之后 再对敌人反射攻击 另外就是欧斯卡 由于他本身带的一个过有技能 使得他在攻击的时候 直接攻击敌人正面 就比较有利 不像是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的话 在作战的时候 尽量不要打敌人的正面 打敌人的侧面的话 是有能力提升的 这一片的敌人 差不多接着就差不多了 那么由于我们的队伍的位置的 等一下会激活敌人的一个 等一下会激活敌人的一个援军 那这个援军的话 跟我们点不点灯没有关系 只要走到大概的位置和回合术 就自动会出发 两边这个两翼的二楼 都会出现几个几个敌人 主要是土匪了 不过还好 土匪的 这个是直接被全毁掉了 百分之八十六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是会被死回避的 这个游戏的命中有点迷 有点累 有的时候很高的命中率 也有很大的概率 会负命中 所以说在作战 但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敌人AI 又是固定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游戏一个 危机性更大的 就是在于攻击后卫命中 导致的一个战力 导致整场的后面 后续战力要重新置顶 好 那么上边敌人差不多解决 下边还有几个 待会敌人援军也该出现了 这里拿一下宝箱 宝箱里面都不是什么特别好东西 但是拿一下吧 比较的宝箱也是银珠台 上面那个宝箱是一个军事书 可以加60点经验值的 然后银珠台的话 是可以拿去卖钱 这不会是重新兵血 是相当的耗眼 即使是面对对方是这种 枪不逼 也是不虚 重新兵的话不用这种 重新兵单位不用堆回避 他们堆回避意义也不是啥 有些基础的一个回避 你堆起来的话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效果 给他们更多的 就需要去堆他们的防御 我们科猜特就不要动 把下边的灯点亮 那么这里注意 下边的这一个灯是蓝色的 这个灯的话 我们不能点 还是可以调查 调查之后会触发一个隐藏的事件 感觉军队队跟着过来就是 然后他跟我们队伍里面 血量比较少 这个进行恢复 这边直接下边的这一波敌人也是搞定 然后拾取一下那个宝箱 然后我就拿到 然后科猜特还是留在那里 科猜特留的位置不是很好 他要再往下走一点 好这里的话先注意点亮灯的顺序 可以先调查 热火突然灭了 同时在上方的窗子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影 之后我们再走过去 发现这个灯就已经无法被点亮了 然后的话让科猜特离的比较近 他去这个人影的位置调查一下 可以直接先点亮灯 那么当只剩最后一盏灯的时候会触发尼维奈尔的一段对话 这个对话不触发的话 敌人的援军也是会出现的 援军出现的条件跟这个没有关系 最后留最后的这盏灯 这盏灯最后点 因为boss的话就会在这盏灯旁边的门那里出来 赶紧换一口血 就底下的这一支部队的话是上不去的 我们更多的是为了防止这个boss逃出 所以等一下的话让他们来堵一下那个楼梯口 之后有人来到了窗前的那个鬼影处这个停留 就可以发现调查获得一件血红色的衣服 里面写着一个弗洋弗拉梅尔 似乎是什么人留下来的一个宝藏 不用了以后再说 然后这样就打开最后一个灯 之后的话boss出现 同时在这个门口出现了逃脱地点 这两个敌人的一个援军 这两个援军可以不用管 直接把boss干掉就行了 boss的血量还是比较多 而且伤害命中速度对方力度比较高 那使用这个墨之云从他身上可以获得东方配刀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武器 总之我们对于这种敌人的手脸上 尽量还是要让墨之云用应用攻击打一次 能抢是能抢一下试一下吗 毕竟他的武器的话是乱套的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 为了把抢更多的人 请大家帮我一把 在这方面给客战车的步兵 直接把对方搞定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把boss是没有跑掉 那么下了这样也就完成了这一关 由于巨型安排这个boss 还是跑掉了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了 我们依旧算是正式过关 同时这关的战利品也都已经失去完毕 之后是回到巴黎的街头 在这里的话有关于一个日后谈 等一下 什么 别跟他废话 我觉得这样不行吧 那么于贝尔依旧是那么的偷鸡 之后的话我们获得了 飞羊派50点声望 以及巴黎市民的声望50点 几少成多吧 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解锁什么新的东西 同时进入到第12章 急转之下 本期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 同时沙龙里也是出现了新的委托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说吧 好的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想看到更多游戏流程攻略 欢迎关注 您的关注是我制作视频最大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好